大家好 我是戴班小雅 林生冰的事情真可以拍个电影了 而男方绝对可以获奥斯卡奖了 一个平常人在自己最低谷的时候 是不会出境的 除非你是在演戏失去之亲 肯定也是伤心难过的 但这些能化为巨大利益 后面的真心所剩无几 根据网友的爆料称林生冰的现任妻子 网名叫白开水 但是被曝光之后 他也是删除了很多照片和视频 但估计还是很难 还是感觉不保险 白开水又开始删除 自己多个社交平台的账号了 其实林生冰的现任妻子 的确是年轻漂亮 从仅存的一些照片上看 他也就二十多岁的样子 而且的确是比林生冰的原配 要好看但长得再漂亮 又有什么用啊 现在成了网上热议的对象 他自己甚至都不敢多发一言 多讲一语 而这女人心真大 居然敢嫁林生冰 不知道图的什么 当然一个人的配偶去世了 多少时间谈恋爱 多少时间结婚生子 没有一个定式 一般来说 过了一年以后 就不应该苛求别人了 至于再婚的人选 这张三还是李四 还是王二麻子 没任何区别 和前妻没关系 即使现在再婚的妻子 以前认识 或者有可能有点暧昧关系 也只是一个人生活的污点而已 和他妻子孩子离世 没有必然关系 只不过我们没有要求林生冰 一直活在过去的故事里 如果有一天 你告诉大家 我已经走出来了 我要开始我的新的人生了 我们也都理解 意境人死不能复生 但是 你一直在煽情 经营人设 在公布孩子出生前还在经营人设 拿着巨额的赔偿 还跟老人对不公堂 让人大跌眼镜 现任就是比前任年轻了点 在气质上输给了前任 只能说这个男的真的不简单 这么多年了 他居然能这么轻易放下 还谈什么思念妻儿 就是虚伪 真的颠覆我的三观了 白白跟着流泪 更心疼这个母女四人了 林生冰可能就是个不长情的人 是大家高估了他的深情 他可以卖开新生活 但不能消费大众的同情心 和对美好感情的期望 便之为商业利益当年的林生冰 不过是一个理发师Tony 估计早就从以前的聊天中 了解到小珍的家境财产的隶俗 所以娶小珍是真的爱 还是为了往上爬 是真情流露 还是处心积虑的眼 估计大家都是心知肚明的现在看看 那个人心机特别深 拿王七孩子卖惨赚钱 心里不是一般强大 这个人最终的归宿只能是国外 在国内他已经没有立足之地了 还成了人人喊打的对象 真是千算万算 把自己也给算进去了 不知道他如今的妻子 会不会后悔嫁给林生冰呢 欢迎点赞关注小雅哦